这一题呢 它叫我们把 求这个y.x 还有y.x平方 它所围的这个区域 那同学看一下这个图形 这个y.x平方 这是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那y.x 它是一条斜率等于1的直线 那它们所围的区域呢 就是这个阴影的区域 那把这个区域呢绕x轴旋转 所得到旋转体积 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通常呢两条曲线 在所为区域呢 你必须要知道什么呢 在做积分之前 你必须要先知道呢 它的这个上下线 那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两个式子呢 把它连立起来 第一个是y.x 还有y.x平方 那连立起来呢 下去找它的焦点 其实呢这个图已经画出来了 其实很明显 不过呢通常在做的时候 这个我们要解一下连立 那y等于y的话 s平方就等于x 所以呢 s平方减s呢 它就等于0 那因此呢 把s提出来 我们就得到呢 这个s乘s减1等于0 那因此呢 这个呢 这个s呢 它就等于0 或者是 这个s呢 它等于1 那这个表示什么东西呢 表示说呢 这两条线的焦点 一个是0 一个x坐标是0 那另外那个焦点呢 它的x坐标呢 是1 它的x坐标是1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求这个旋转体积了 那这个旋转体积哦 因为它是所谓区域的面积哦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y等于s这一条 下去旋转以后 然后扣掉呢 这个y等于s平方下去旋转哦 好 下去旋转 那 这个旋转体积呢 你可以把这两个 下去相减哦 好 如果是围起来的面积的话 就是 我们把这个y1的平方 下去呢 对 πy1的平方 下去对x积分哦 那 那 剪掉呢 另外一个呢 πy2 哦 下去呢 旋转哦 好 把它扣掉这个 这块空白的这个地方哦 y等于s平方底下这一块哦 那 所以呢 这个式子哦 我们又可以把它合并呢 变成了π 然后 把这个y1的平方哦 剪掉y2的平方哦 y2的平方 下去做积分哦 好 下去做积分 那以这一题来说的话呢 就是π 那上下线呢 就是刚才求出来这个0到1 那这个y1 y1就是这个 这个旋转体上面这条线呢 它是y等于x 所以y1就是x x 然后平方以后就变x平方 那y2呢 就是底下这个抛物线 那y2呢 就是这个x平方 你再把它平方以后呢 它就变成x的4次方了哦 这个dx 好 那么 这个式子呢 写到这边来哦 就可以积分了哦 这个x平方积分3分之x的3次方 然后4次方呢 你给它积分以后 变成5分之x的5次方 那么上下线呢 是0到1 0到1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上线带入 减下线 上线带下去呢 3分之1 减掉5分之1 下线0带下去呢 通通都0了哦 那3分之1减5分之1呢 变成了15分之2 前面还有一个π 所以这个旋转体积呢 它就是15分之2π 15分之2π 25分之2